在这个15年12月29号 我们这个公司拿了一个活 从沃泰华 拉建筑公司的建设工具 拉到华盛顿DC首都 美国首都去 美国首都在国会大厦 议会大厦旁边 他们要准备装修 所以说我们活卸下来以后 警察把我们送到里边去 然后现在我们在 跟我这一个同事商量 如何把这个 一伙出去 现在我们的时间点已经到了 必须在这个两点以前 离开这个华盛顿首都 所以说我们经过商量以后 现在我们总共有三辆车 我们就跟我一起出去 那么有两辆警车 一辆警车呢在前面开路 一辆警车呢在后边压阵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在跟这个保安 还有这个警察商量 我们就开始走了 现在我们就是 我同事已经到处去了 我现在怎么也开出去 现在到美国华盛顿这个州里边 这个大卡车到这个美国华盛顿地铁里边 必须是有时间限制段的 在这个时间段我们是得到了这个Promit 得到了这个许可证 就是说从早晨起来 十点半 十点半我们进来 然后呢我们要两点半出去 所以说这给我们四个小时时间 卸火出去 所以说我们很快就是 本来应该很快卸完了 但是我那同事上面有一个 有一个tode 有一个大罐子卸不下来 花了我们大概有一个多小时 因为没有工具 卸不下来 所以说花了大概一个多小时才卸了 现在我们同事现在到 到出来出去准备这个调头 他现在在这个议会这个大厦 这个前面 这样有这个 有这个公交车 所以说他倒下来比较麻烦 现在准备调头了 警察也在前面开路了 现在这个 这个今天的天气呢 就是说属于阴天 就是冬天嘛 12月29号 是冬天 马上就要过这个元旦 现在外边的天气呢 就是说属于这个阴冷的 这个是便衣警察 这个白车 这个是便衣警察 它是陪我们进来的 然后呢陪我们出去 我们现在从这个议会大厦开始走了 我们要经过的地方呢 全都是在白宫附近 为什么华盛顿它要有警车开到 警车进 因为我们这 这个经过的地方 进来的地方 就在这个华盛顿DC啊 就在美国白宫附近 在美国的风景区 在美国的旅游游览区 在它叫 它叫宪法路啊 Constantin 你怎么要翻译成宪法路 旁边 在这个林肯 要经过林肯那个纪念塔 纪念这个庙 要经过这个 它的这个英雄纪念碑 所以说全部就是在白宫旁边 这个送这个活 所以说呢 所有的卡车进来呢 在这都要有许可证进来 都要有警察呢 排便你 所以说我们警察给我们开到的时候 不管红绿灯的 所以说警察在前面开 我们就跟着警察 在后边开 我们打着这个闪灯 就是说跟着警察的路 你不 不管是你这个红灯也好 绿灯也好 就是说 全部不要关心他 只要跟着走就行了 现在就进入了 这个 市区 这个 旅游区里边 现在这个 在前方那边 就是 叫Constantin 这是那个 林肯那个纪念 纪念庙那个地方 然后这个 它这个是这个 这边呢 就进入它那个英雄纪念堂 大碑 你看前面很高很高 那个就是纪念碑 还包括那个旁边呢 就是寒战纪念墙 什么都在旁边那边 太平洋战争纪念馆 都在这条路上 还有这个 包括这个 美国国家博物馆 都在这条路上 但是这条路上的 游人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么在他的停车呢 他可以在路边 有一定限制时间停车 停在路边 两边路边 可以停一下车 停一排车 就是 他这条路呢 这个中间呢 就是一条绿化带 和行人路 非常美观的一条路 绿化带 所以说 美国总统 顺那个白宫里边 前面这一看 整个这条绿化带 都是空的 所以说 你就会看到 这个很宽敞的 这个大大的 这个绿化带 在这个擦车中间 两条路中间 那么 在这两条路中间呢 这些刚才 有些车 有人很多 车很多警察 就是说 警察开道都开不过去 警察在前面 白车 那个警察在前面开 我的同事 在我前面 他在这开 那么我呢 就跟着我的同事 然后后面开 但是说 有些司机呢 是小车司机呢 他有时候不知道 光因为多警察 他没有想到 我们也是跟着警察 一起走的 所以有时候 他经常插队 他这一插队呢 是因为我在 我在第二排 还有一个在后边 还有一个在第三位的 我的一个同事 经常一插队呢 就是帮我们 给这个 给这个阻断了 所以说呢 就是说 这段功夫呢 你就一定要跟上 速度一定要跟上 一定不让别人 插进队了 在这个观赏的过程中 所以说 现在就是说 我们穿过这个绿滑带 这绿滑带中间呢 还有一条路 好几条路 都是互相传通的 那么整个这条路呢 就是说 没有卡车的 全允许小车 你看我们就是跟着警察 就上 上对头线的这条路上跑了 别的车呢 就不敢动了 警察一想 他们都到靠边 都不敢动了 所以说 你在这个开的过程中 非常非常的锁 整个这开的过程中呢 就是说 你就看到 这个所有的车 都停下来了 跟着警察 呼 就是说 这个 以最快的速度 没有间隔的速度 就是跟着警察 就是说 大概是 当时速度大概是 50 50到60公里的速度吧 很快 呼 就跑出去了 一点没停 就是说 在那个旅游 这个风景区 在这个旅游区里边 开这么快的速度 然后呢 还有人开到 还有人没有红绿灯的阻 开过去 那种感觉呢 确实有点挺爽的 确实有点 就是说 与众不同的感觉 我们进来的时候 也是 进来的时候 这个 人也比较少 因为都是 上半时间 已经过去了 也就是10点多钟了 我们才往里进 10点半 我们往里进 10点半 所以那边往里进 大概11点来钟了 基本上都是说 卡在这个 什么时间呢 就是说 上下班 非上下班的高峰时间 所以说 通过这个东西 过去以后 你会感觉到呢 这个时间段 非对他们来说 很重要 每天的时间段 哪一天让你进 那是非常重要 所以说 你看这小车 擦到我前面去了 那也没办法 但是我们跟着上 我们现在 已经顺着 华盛顿第七 谢谢观赏 I know 谢谢观赏 谢谢观看